17年的相處 吵吵鬧鬧也是要有些真心話 好不好 希德哥先說吧 真心話 說不出來 看得到你算了吧 無言嘛 沒有 真心話 好啦 那就是 感謝你生了這兩個 這麼可愛的小孩 那 反正再來就是 你開心做什麼就去做什麼吧 人生就苦短 記得存錢養老就好了 不要哪一天要做了一件 要腿急傍狼的事情就好 我們就可以好好過下半輩子 我不會 他也不會 他也不會拿錢去輸你 對 他不會輸你 他的意思是說他不會 我不會去做寶人 你不會做寶人 他也不會 他不會拿錢輸你 所以我自己要自愛就對了 要自愛 這個告白 哎唷 Sky有拿小鈔囉 Sky拿出小鈔喔 Sky拿出小鈔喔 裡面該不會只有一個字吧 一個字 一個字 二 那Sky你先說吧 這是媽媽九九 媽媽 媽媽九九 媽媽九九 他強調了三次喔 媽媽九九 九九 媽媽九九 媽媽九九 九九 才回來 回家一次 雖然 我已經習慣 習慣 習慣她 不常回來的時候 但我還是 希望 你放假日回來 不要只會睡覺 真心話 好真喔 這個真心話 從大概這個節目的頭 已經講到 講到尾 都還在那裡 多能睡啊 OK 這是Sky的真心 好可愛喔 對啊 而且其實沒有很長喔 她還要寫小鈔 Vivi 我媽就是 對啊 我就是希望她不要再亂花錢這樣子 然後 我跟她 我們講話都可以 就是稍微有耐心一點 就是我還有她 都要講話有耐心一點 然後不要太 就是太想吵架啊 什麼的這樣子 你們誰講話 對誰比較沒耐心 兩個都 哪有我們兩個都是好不好 為什麼跟她講電話 我們兩個就好像姐妹 根本不像媽媽跟女兒 媽媽跟女兒完全不像 因為她 她罵Sky比我還兇耶 Sky也只聽她的 不聽我的 因為你9999 99才回家 99才回家 99回去一次 那她就應該更聽我的啊 因為我對她這麼好 對 不要拉掉 Vivi 對啊就是這方面 對 就是希望可以再 多一點相處 可能一起多出去做一些 真的 就不要再睡覺啊 一起去做一些 還有一些運動 可能一些 家庭的活動之類的 菁姐那妳剛剛聽家人的內心話 妳有什麼想法嗎 我會啦 因為其實就是 我也是希望大家的相處能多一點 只是因為我們就是台北台中兩邊 那有的時候 多多少少我也會因為就是懶惰啦 想說明天 後天有通告 那今天沒事 那就留在台北 就不要跑來跑去 那其實有的時候還是可以說 明天沒事 然後先回去 然後後天再回來錄影或幹嘛 我會盡量再把那時間調整一下 對 那妳有沒有什麼內心話想對家人們說 我的內心話就是 我的老公 請妳多點關心在我身上 不要一直都在妳的女兒身上 其實我也很玻璃心的 吃醋了 吃醋 對 然後Phoebe 就像妳剛剛講的 多一點耐心 跟我講話不要講一講 就開始不耐煩了 我每次還要傳訊息 跟她傳訊息她說 可以講話客氣一點嗎 那SKY呢就是 其實我知道妳很愛我 為什麼在別人面前就不願意親我 妳不要再 只有在外面 只有偷偷在家裡 偷偷的才願意跟我KISS 妳現在給她講出來很丟臉 哪裡丟臉 本來就要這樣 要上國中的男生 他會覺得這個 親媽媽是不是 很害羞 太害羞了 是喔 那抱一下也不行 那抱一下也不行 要的 要牽絲也不行 她們就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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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姐妳看現在趕快抱她 快點 會害羞 是